以为土花没蛋蛋 他知道自己回家 结果到现在也没看到他 附近周围我都找过了 竹林也找过了 都没看到他 前面好像有鸟在飞 我们过去看一下 是一群野生的红嘴蓝吃 外面好像听到了土花没的叫声 不知道是不是他 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看到他了 刚刚在这飞了一下 蛋蛋 在这个玉米地这里 蛋蛋 出来了 出来了 蛋蛋蛋 他在这个树枝上 看一下他会不会下来 怎么一直乱飞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吓到了 来 来来 蛋蛋 来 过来 来 快过来吃东西了 一只山翅膀 一直扇翅膀 不知道往过跳一下 看我胳膊上面的蚊子 树林里面蚊子太多了 只好用手机拍它 太失望了 本来以为它是最听话的一个 结果出来就是这样 这树林里面蚊子太多了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再不下来我就要回去了 我走了 小树林里面蚊子太多了 每次看着我要回去的时候 它又飞过来的 看下我胳膊上面被咬的 蚊子太多了 手上全部都是包 过来像我要吃的 来站这儿 站这儿我给你拿吃的 给它放在这个毒肝上面 站这儿 先把这个蚊子打死 来 快点吃 这野外的蚊子太恐怖了 又来了 你快点吃啊 你还得慢慢吃 我都快受不了了 这里面还有 再不吃我就不跟你玩了 让你快点吃 你害我在这里喂蚊子 身上咬的全是包 收起来的你又要吃了 都不知道自己回去 害得我每天出来找你 来来看一下 看一下 哎呀还不让我逮了 哈哈 这里正好有一只蛆蛆 我们来给它抓住 基本上失手了 还想跑 这次被我逮到了吧 哇一下子拍成这样了 给你吃一个大的 哇玩的太多了 你得自己站在这儿 我都快被蚊子包围的 这个地方蚊子太多了 我不能陪你在这玩了 走吧跟我回去 我们从这儿回去 看一下能不能给它带回去啊 每天还能出来看一下它 感觉特别满足 因为我生怕它被脑筋之类的抓走了 站在我的手上它还不飞哦 哈哈 哇 走到有太阳的地方直接站在我的手上开始晒太阳了 太好玩了 我们慢慢的走 太萌了 我都不忍心打蛋它 我给它带到那个 离家门口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免得它飞太远了之后 我也不好找 我们往回走吧 边走边晒 就这样给它带回去 就这样给它带回去